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在主里平安 今天是正月21号2018年 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在新的地球看到的东西 那我现在要分享就是讲到我的外孙子 我通常叫他,叫孙子Dosha 然后讲到我家人 Dosha呢,我来到Dosha 他的,呃,他的,呃,怎样讲,冲凉房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浴缸 浴缸呢,这个浴缸呢 呃,他的右边有一个窗门这样 有一个窗门这样,能够把它打开 打开了,他这个浴缸呢,就变成一个当人 当人行,当人游泳的一个游泳池 很长,很长的一个游泳池 呃,我想会到一百多尺这样 一百多尺这样,游泳池给他一个人游泳的 因为他很喜欢游泳,所以很感谢主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分享我的三妹的屋子 那我叫神说,我的三妹的屋子 呃,我能不能够看他的屋子 然后他就带我去看 他就经过很多的那个,呃,呃,呃,树叶 树叶,经过了树叶,树叶 然后就到我,我就到我的三妹的,呃,树叶的屋子里面 然后从他的屋子里面看去后面 那里面也不没有看到,呃,呃,呃,看到其他东西 有很多,但是我有看到他们的,呃,房间睡房 啊,我有看到,呃,我的妹夫在那边 他的,呃,他的睡房蛮漂亮的 那我呢,我也有问我,问主帮忙我 给我看到我的小妹 我的小妹,小妹呢 然后他就给我看到很多水冲出来 冲出来,冲出来,冲出来 好像一个,呃,像一个厨房一样 在右边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洗碗碟的那个,呃,英语叫做杯形 OK,下面就很多,呃,空瓶子 然后呢,那是水一直冲出来 是从右边那边,好像墙壁这样 冲进来,冲进来,冲进来 然后,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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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也是看到 有一个什么,我们擦地板的那个MOD 白色的那个擦地板的MOD 啊,意思就是跟我讲 我的妹妹,四妹,小妹没有准备好 因为我小妹呢,很爱世界 他很喜欢唱歌 出去享乐 出去游往这种生活 所以叫他突然间放弃这一切 他觉得很难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一个月 希望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要不然真的很难有机会 如果没有准备好 那接下来有看到他的三个 他有一个大名儿 有三个四个儿子男的重步 那大的呢 是很难找到他 那他已经17岁了 那比较小的 三个 一个好像是16岁 然后接下来是12岁 还是多少 接下来10岁这样 那他这比较小的两个都有 有去听神的话去教堂了 那我就恳求主 他这三个孩子会被提 我一直从神那边 听到他声音跟我讲 这三个一定会被提 而且他们会在我的女儿跟我女婿的照顾之下 然后有问题 我的干妹 我的干妹的儿子 你叫Philip 如果我的干妹这一次没有被提的话 我希望主被提他的儿子 主说他的儿子 小儿子也会被提 倒是会在我的照顾之下 他也会跟我的孙女的三个孩子一起 那接下来我要分享我的二妹跟二哥 二哥在20多年前去世了 我的二妹十几年前 那我要去看他们 神就到我一个地方 好像忙多 玷雾这样 在新的地球里面 神给我们 一式住行 一式住行都有 都是免费的 但是跟神做工呢 神会给我们一些钱 一点钱 这是神跟我讲的 一些钱 那这个钱呢 好像女孩子喜欢口红啊 可以拿去买口红 OK 那男孩子呢 大概喜欢太阳眼镜吧 眼镜黑眼镜 那就去买黑眼镜 然后这些零用钱 那 那也没 好像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我的二哥二妹的房子 OK 不记得了 OK 那我就要找妈妈爸爸了 我爸爸妈妈 OK 讲到我父母亲 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曾经去印尼 做工 然后他娶了一个印尼的华侨 OK 华侨 然后 我爸爸就有另外一个家庭 其实 我父母亲是 能够谈得来的 没有什么 就是 也是忙恩爱 也是因为环境之下 避着 爸爸出外上班 做工就 有了另外一个家庭 而且我爸爸呢 因为我妈妈很忙 要去撞钱养家 我爸爸 他是很好的爸爸 就是有一点不负责任 可以这样讲 OK 那我的妈妈 我的 我的父母 妈妈先去世 在2008年 那时 我们有叫爸爸来 顺忠 当时 爸爸因为年纪 差不多要到80岁了 就没有人带他过来 就不能够来 他妈妈在世间的最后一面 当时 过了出兵 妈妈的出兵之后不久 我就去看爸爸 在另外一个市政 去看爸爸的时候 爸爸看起来很憔悴 我知道他心里很会 后悔没有来送中 我知道爸爸一路来 我常常有去 探访他 一年有两三次吧 那他常常都会问起 妈妈 好不好 那 我爸爸 妈妈去世之后 爸爸就好像有 比较憔悴 身体就 越来越不好 然后因为年纪的问题 后来几年之后 他也去世了 在 大概是两三年前吧 去世了 OK 去世了 然后主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我爸爸也有接受主 OK 接受主为一个 他个人的救主 那是到后面那边 那主就跟我讲 你的爸爸 现在回去你妈妈了 他讲 你爸爸回去你妈妈 那时候 我并明白是什么意思 因为根据很多人讲 去世间的天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屋子 OK 夫妻 曾经在世间的夫妻 到天堂没有一起住的 但是神跟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不很明白 那到现在 我去 我现在去了新的地球 我才知道 夫妻还会在一起的 OK 就好像阿登跟夏娃的时候 那当然不可以 不患罪了 我们都有主 耶稣的宝血洗尽我们的罪了 OK 得到原生的生命了 那我 后来 神一直带我 转了 看很多其他东西 到最后 他带了我去 一个散播 散播这样 然后木屋 有两层楼的木屋 好像下面有 有那个 脚的 然后很漂亮的木材 非常漂亮的木材 然后神跟我讲说 你的头不可以 你不可以看进去窗门 因为你的父母亲在那边 你不要他们看到 不要 不要让他们看到你 大概时间还没有到 我的家人 还不能够看到我 当我去新的地球的时候 因为去新的地球 我可以看到他们 他们也可以看到我 也能够看到我 所以呢 要到时候 我们回去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家人 一起 一起团聚了 那讲到小弟 小弟呢 他是在2016年底 跌倒 然后身体 怎样 手脚都不是那么 很好 那么好了 那2017年的2月 他又摔了一次 这一次就使他 就是整身都不能够动了 手都不能够刷牙 都不能够刷牙 好像肠肺一样 在床上 都要人家喂他 一切都要人家 脚不能够动 什么都没有感觉了 脚什么都没有感觉了 然后神把他医治 好像两三个月之内 把他医治 我不知道是有多久 大概两个月 还是三个月 这样他就做轮椅 能够动 做轮椅 进进处处 然后去医院 也有训练走路这些 然后他每个星期都会参加 这些做轮椅的朋友们 有一个 有一个 怎样 好像一个很大的 Superstore这样 他很好 那个老板 他给这些 做轮椅的 弟兄姐妹们 能够在那边聚会 给他们一个地方 能够在那边聚会 卖他们的东西 还是在那边唱歌还是什么 那这些 当时在我弟弟的 这些做轮椅的 弟兄姐妹们当中 有一个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小学到中学 中学到长大 到大人 都是一路来都有来往 都是最好的朋友 那那个朋友也是车祸的时候 就做轮椅了 OK 所以他们都在一起 所以这次我一直跟主说住啊 你请你不要放弃那些 不要撇下这些 做轮椅的 主内弟兄姐妹们 整个世界 做轮椅的主内弟兄们 一定要被提押神 所以呢 我到新的地球就看到 我小弟的一栋 一栋公寓 公寓呢 很漂亮 是一个红装做的 然后外面有个走廊 它是一只楼 一只楼是他的 还有其他呢 就是给他其他的 其他的 做轮椅的 朋友 主内弟兄姐妹们 所以非常感谢主 而且有一阵子 我来到他们的公共 公共场所吧 那就看到很多 各种各样 颜色的球 就吹进来 吹进来 然后在地上也看到 上角形好像铁形的东西 然后这个 这个球呢 自己会的 跟那个那些木 那些铁棍的这些 自己会塞 那个球会塞进 这些铁棍 但是形成什么 我就是不很了解 大概这个 要回到新的地球 才知道 这些形成 形成的是什么东西 非常感谢主 OK 那我接下来呢 就讲到 我也看到我 就问起我干妈 还有那个干妈 还有干妹 他们的物质 那有看到他们的物质 在建立当中 还有那个阿密 阿丁 他们两夫妇 的物质 也在建立当中 那是一个月前 我希望他们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他们准备好 自己的话 放弃世界的一切 那他们就会在这个 背题当中 也回去他们 我相信物质 物质要看 他们的心 罗伯伦心好的时候 物质就建好了 OK 所以希望他们 也在这一次背题当中 一起跟我们上去 还有一个是 阿丁阿密 他有三个孩子 那个Michelle 很有心的追求主耶稣 然后Jimmy 他我不知道 他就没有 大概没有听到 没有跟我联络 然后他 他是有 受奉主神的 所以 就 不知道 他的 他真正 爱主耶稣的心 到哪里 所以没有看到 他们的家 也没有看到Michelle 也没有看到 另外一个大女儿 Helen的家 但是我相信 Michelle 主也跟我讲 只要有追求 他还有时间 还在 我们还没有 背题之前 他能够 能够放弃世界的一切 他一定有 一定 有物质给他的 感谢主 还有一个就是 我的姑姑 我的先生的妹妹 我先生的妹妹 因为我想 神是这样跟我讲 差不多一个月多 多这样 我有 还没有去新的地球 之前的一个月多 我有给他 听到我们的信息 去 很多神 启示的这些东西 大概 根据 神跟我讲 他就当 他是一篇故事 OK 不能够 不肯去相信 也没有准备 所以 我问起神的时候 他就不跟我讲 关于我姑姑 我的 我的什么 家婆 他们 所以 我相信 如果我的姑姑 小姑 她是小姑 很可爱的小姑 OK 我们很疼爱她 她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姑姑 OK 还有 我希望家婆 我们都准备好 如果准备好 放弃世界的一切 他们一定有家 在那边 等候着他们的 那我 在接下来 有问那个 一个好朋友 爱华 跟他的女儿 Rebecca 他们已经去世了 OK 那我看到 他们的屋子的 前面的大门 他的大门 前面都有花 花围绕着 那个大门 OK 很漂亮 当然不能够 看到他们 也不能够进去 那有问起 那个Max Max每个星期 都会来到 我们的传奇 他很追求 主耶稣的 神就把我 带到他的屋子 他的屋子的里面 里面 他的客厅呢 他在里面就觉得很舒服 很舒服 是好像在一个小山上这样 看下去有 有河流 很漂亮的河流风景 那另外一边在 另外一个角落 就是 右边呢 右边呢 就可以看到 有山坡这样 有树叶 有山这样 另外一边是 有水的 所以真的非常漂亮 一个风景 OK 而且我在他屋子里面 觉得非常 非常欢心 非常有平安 非常有欢心 然后我又 有看到 OK Kelvin的家 OK Kelvin的家 Kelvin呢 神就带我去看 Kelvin 我就放我在 Kelvin屋子的外面 看不到他家是怎样的 那看到风景和河流 非常 那个河流 常常神带我去 那个河流 OK 那个最重要的河流 我们住的那个地区的 最重要的河流 就很漂亮的风景 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上游那边 OK 非常漂亮 然后呢 我就问主说 我说主啊 我能不能够看他屋子 他就暂时不给我看到 然后走他的旁边过去 就是看到我的 我的屋子那边 那面对他的屋子呢 是我那一边 就是有很多 有个大型的楼梯 就好像现代化的 那些楼梯 走上去就是戏宴 还是那个 人家讲英语叫auditorium 或者是theater这样 OK 感谢主 所以我的家 Kelvin过去呢 就是看到这些 很大型的戏宴 或者是叫做theater 或者是auditorium 来楼梯上去 那另外一边呢 就是崇拜的 崇拜的天台 在后面呢 就是佣人住的高楼大厦 在另外一边呢 就是小孩子 小孩子的房间 小孩子的住的地方 OK 好 我再讲回来 我的神带领我 去到我屋子里面 走出去 有个碰水池 有个碰水池 看下去就是河流 河流 然后在右边呢 这个小桑坡 小桑坡有十字架的光发出来 发出来 然后走上坡的旁边这小路走过去 就是小孩子 上十六个小孩子 大概我会多个上十六 我跟祖说 多孩子 我都很 我希望我会很多很多孩子 所以那边就会供应给 我想有好 不只是上十六 两倍都能够 OK 个小孩子的住所 OK 所以感谢祖 然后呢 还有一个有看到meet的 有进去meet的房子 但是它的房子还是很简陋 我也希望meet这一次有准备好 希望他有准备好 他是一个很亲爱 我们都很心爱他的一个弟兄 以前他在这边Ferryton的时候 有跟着我们一起 在带导者 是我们疫情的带导者 然后他就跟他太太回去 温哥花好几年了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他两公婆都有 准备好自己 OK 所以 还有一个呢 我要分享的就是 OK Betty Betty的住所 我还没有分享到 Betty Betty的屋子是一个小上坡上面 要走上楼梯的 走上楼梯 然后他的房子非常漂亮 我去到他房子很多 他的客厅啊 他的房间啊 这些都是很漂亮 他世间 他住给很小的 一个房间的小宅宅宅 OK 然后他过的生活 他有精神衰落 OK 然后要吃药的那一种 在主的 在教会里面 是人家看不起的 是看清的 有时候就是很心疼 教会里面 他们就觉得说 不要跟他来玩的好 其实他是一个很心爱的 一个姐妹 我不是在 在 在讲 教会的坏 但是我希望大家 在教会里面 要多多照顾我们 主内弟兄姐妹们 要照顾外面的人 更不用讲到 大家在主里的 姐妹弟兄们 OK 就算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尽量能够 一起去帮忙他 就帮忙他 因为这些人 在世间人家 最看清的那些人 在神的国度里 就是最大的 OK 这是主耶稣讲过的话 所以他的房子 在上面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因为一切都很大很漂亮 所以非常感谢主 还有我有看到 我问主 因为我们一路来 都有为 俄罗斯的总统祷告 然后我说 神啊 那个俄罗斯总统 住的地方以后 是怎样的呢 然后神带我去一个地方 还在建造 建造当中 而且是一个 大规模的一个地方 OK 然后我有看到 这些西方人 这些好像 Kim Mosley他们 这些他们都有讲到 背题 鼓励大家准备背题 这些一群 美国的弟兄姐妹们 OK 我有看到 好几栋房子 好几栋房子 有一间呢 就好像木屋这样 跟在 到我的头脑 就是Kim Mosley的住所 OK 是很漂亮的 他们的住所 那我们跟那边的住所 就比较多人 因为 因为大概我是一个 很喜欢很多人的住所 OK 所以就 比较多人一起 而且大概也是 也是一个 怎样讲 一个四棒 一个 office 这样 office 这样也是一个 崇拜的地方 所以 是比较多人 我们感谢 祝阿们 感谢 祝阿们 祝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